沾染上毒品的人会有多么可怕呢 前不久在湖北武汉 一名男子吸毒之后 先是追杀自己的同居女友 他的父母文讯赶来阻止的时候 被其当场砍死 这个路口的监控摄像头 记录下了极为残忍凶杀过程 先是毒品之后的本某 出现了强烈的被害妄想 他先是挥刀追杀自己的同居女友 接着又四处寻找要夹害自己的人 但他的父母文讯赶来阻止的时候 令人震惊了一幕 出现了 父母被其当场砍死 随后他猖狂逃跑 被警方抓获 而文某邻居表示 他平时性格温和 害人很有礼貌 之所以有这样不如其来的变化 就是因为吸食病毒 很多生性毒品都是个性病剂 还有个自患剂 其实我们的热厂 有这件性病毒的药物 很多生性毒品的 出现这种云生的状态 这是那个状态 比如说幻觉 听到有人给他讲话 听到有人追杀他 事发之后 文某因为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坏 第二个 Heavy 就是 独播剧场上 蜘蛛